大家好,伟大领袖,习主席这两天真没闲着,刚刚从西藏算命回来 完了以后,其实干了好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接见了来自于波兰的国家领导人 两口子出马,接见了一个国家的总统,挺忙的 在见面的会场,象征性的走个礼仪的会场 习主席罕见的发表了一个过去我们有点扭曲他的言论 说中国现在是一个继续改革开放的国家 中国的大门不是越来越关,而是越来越开 中国的大门的开放程度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请总统先生放心,请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群众放心 我们的中国是开放地,是不是,所以我已经决定了,是吧 我们中国的大门对波兰人民群众完全敞开 所以呢,在即李强在新西兰在澳洲宣布中国单方面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免签之后 习主席亲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全世界宣布,向波兰的总统宣布 中国向波兰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人民群众单方面免签 足以显示出中国的开放的姿态,就你服不服,是不是 有点意思,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它说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习主席刚刚见了波兰的总统之后,马上又马不停迪 回去喝那点茅台酒,没喝茅台酒了,回去喝那点中药汤 然后在观音菩萨面前许了几个愿 然后呢,又开车去了中国,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会 叫中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牛逼呢,是不是 中国全国科技大会,在那里做了重要的讲话 哎,讲什么话呢?说,中国科技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当的薄弱 一些个关键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技术人才严重不足 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达科技的创新力度 啊,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那习主席说话很严谨的 嗯,这段话值得分析,非常有意思 这个,首先呢,是新型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过去又说过,现在加了一个词,叫新型的举国体制 到底什么是新型的?没人知道,习主席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举国体制,是不是 第二是什么呢?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的作用 有点意思吧,又是市场科技资源配置 第三是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三句话,按照我对这个科技创新的理解 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新的科学技术的诞生 都是在来自一个人的脑瓜子,一个个体制人的脑瓜子 所以科技创新的逻辑前提一定是自由思想,自由意志 你的容许老百姓自己思考自己的事情 你不能够把你的老百姓把你的年轻的脑袋格式化 你不能脑洞不动于统一思想 而举国体制恰好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 我写过很多年的共产党的文件 共产党的文件是党八股 是不是,讲原因的时候呢,就是三条 讲错事的时候也就是三条 讲错事的时候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呢? 叫统一思想 第二,加强领导 第三,诺到实处,就这么三条 你把这三句话十二个字记住 你去写文章,你去写政府的文件 保证你是一个合格的秘书 所以第一就是统一思想 而统一思想就不可能有科技创新 所以还有就是市场发挥资源的配置作用 市场的资源配置就是自由配置 所以你不能够统一思想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两个事儿 我们再综合的看一下 第一个是刚才说什么来着 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举国体制 是吧,很搞笑 发现这个什么 你搞这些有的没的是没意思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单方面 像波南免签 所以北京内有些知识分子就看不下去了 终于就憋不住了,就在那里骂 而且写成文章骂,骂得挺好 因为我觉得吧,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 虽然吸包子开到就开成这样 但是如果说还是有几个知识分子 在非常不讨喜的情况下 在顽强的说出自己的简单的尝试 我觉得这个国家就不至于毁灭 是吧,真的 就像前几天有人就骂是吧 你共产党要征税 要什么联合征税 你这个尝试告诉我们经济学 告诉我们经济周期,景期下行的时候 经济波动的时候 你政府应该减税 而不是征税 这是个尝试中的在尝试嘛 皇帝都知道是不是 你要修养生息 你要与民让利 你经济不好,你与民让利 老百姓手上钱多了,就开始搞经济 就开始做生意,经济不就好了吗 你招什么,你猴急什么呢 是不是 你习近平,你再猴急 你也有12秒 不可能你一秒都不到 你就高潮了呀 那不行的呀 所以话操理不操 还是有人在 关键时候顽强的说出尝试的 说关于像波南免签 有人就说是一个尝试 说现在中央领导人 是不是脑子进水呀 是不是 一个人选择去另外一个国家 不是因为那个国家的人 不是因为那个国家的政府 对我们很客气 是不是 不是因为那个国家的人特别好客 而是因为什么呢 而是因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 对他们的老百姓很尊重 构成一个文明之邦 是吧 所以我们才向往 才去那个国家 比如说今天中国人 欧阳欧阳都想去美国 为什么想去美国啊 因为美国的政府再怎么坏 再怎么垃圾 他还是要或多或少的尊重一下 老百姓的权利 沿顿自由的权利 持枪的权利 选举的权利 是吧 做生意的权利 创新的权利 是吧 他是一个把人当人 看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中国人去美国 不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很客气 欢迎中国来恰好相反 美国的很多人 美国的很多政客 都不喜欢中国人 他喜欢中国这个国家 但是中国这批人 跑到美国去 他们并不欢迎 而且在美国的话 他有一个歧视念 最被歧视的 拍第一的 我告诉你啊 不是黑人 而是亚裔人 尤其是中国人 是不是 无论是政府 到民间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还是有 明明知道很多美国人 不喜欢中国人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 要去欧阳欧阳去美国呢 是吧 笑一些脑袋都要去 是因为美国人对他的 美国政府对他的美国人 很尊重很客气 把自己的老百姓当人看 所以你中国 你要想展现出 你的开放的一面 文明的一面 你必须要对你自己的老百姓很尊重 对你自己的老百姓呢 很客气 把你自己的老百姓当人看 这个时候外国人看见 习近平不错啊 中国不错啊 很尊重自己国家老百姓的权利啊 个人权利 自由权利啊 言论自由的权利啊 是不是 创新的权利啊 哎 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之邦 我们去看看呗 这个时候你在免签 那舒服了 那来回就方便了 你他妈把自己的老百姓不当人看 把自己的老百姓当韭菜哥 把自己的老百姓当猪狗不如 你还只往人家过来 那来跟你 来跟你 来你中国来玩一趟 你免签有个毛用啊 这个道理多简单呢 我觉得真是 就是个常识了 是不是 常识 那第二个就更是了 那举国体制这个东西啊 他奶奶的腿 他就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中国的科技不创新 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举国体制 刚才我其实已经解释了 为什么中国无法诞生出科学啊 这个首先诞生出科学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历史 居然科学不是首先出现在中国 这不是所谓的李约瑟的命题吗 我这个人呢就是苦思冥想 我写了几百文字的书 其中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文字 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叫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是盯住这句话 还有一句话叫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那既然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知识开端 而中国人又不敬畏耶和华 那中国人哪有智慧哪有知识呢 那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直觉判断 你要把它要解释成一个问题意识的念 你要进行一系列的 一个所谓的联系统的思考的话 那你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思考 去写作的 我真的有五分之一的问题 我在琢磨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你要有创新能力 你光靠什么举国体制是不行的 越是举国体制 你的科技越不发达 我跟你说 那举国体制它最大的麻烦就是 刚才我说的就是统一思想 你把整个中国每一个人 尤其是一代一代年轻的 你的脑袜子都变成一宝屎 你跟每一个年轻的脑袜子 都灌着同样的水 你说那些人哪有创新能力呢 但是这不足以解释 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的全部 一个国家 中国这个国家没有科学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不敬畏上帝 这个话很多人听不懂的 不敬畏上帝 为什么没有科学呢 因为敬畏上帝 上帝是唯一的 所以你构成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绝对稳定性和持久性 所以真正搞科学的人 他是九死一生都不回头的 他不会东风吹在毛泽西西风吹在毛泽东的 他为了他追求他的科学 他死他都可以放弃 他可以训道 你以为呢 人就是要这种劲儿 要向着标杆直跑 用中国人的话讲 你必须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一万次失败你不放弃 这种东西只有上帝才能给你 所以你必须要敬畏上帝 你才能有这种把问题一追到底的那种勇气和信心 就是信心嘛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的是吧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让每一个人的大脑是自由的 每一个人拥有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行为 没有自由一切都没有 没有自由更没有科学 是不是 这个很简单 第三就是科学的方法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细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三个东西合在一块 我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习近平你喊举国体制 你越喊越没科学 我跟你我跟你说 而且我这么告诉你 我有请提醒一下 这个什么呢 当习主席号召用举国体制 工科科学难关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一定会拨大量的经费 这时候你如果在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 你有怒子 你有关系 你又在他的所谓的圈子里面 你比如他你是中科院的一个科学家 你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员 你是某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这时候你赶紧的 你去扣扣习主席的大腿 然后去疏通关系学 去那那那那那走走后面那那路子 完了以后呢 你能够拿到习主席的经费 一般意义上小经费都有几百万 多的时候好多个亿上万一都有可能 发大财的时候又到了 这就是中国很可怜 也很可笑也很可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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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